目前,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和足鞋杯的赛事已经全部结束 对于各支球队来讲,现在大家都已经进入假期 其中中超八冠王球队广州恒大也不例外 在经过一个赛季的争夺之后 广州恒大最终拿到了中超第三名的成绩 虽然与之前相比这样的成绩简直不堪一体 但是从球队的实际情况来看 他们已经非常不易 特别是队员们顽强拼搏的表现 受到了很多球迷的称赞 对于广州恒大来讲 在赛季结束之后 球队的一名功勋球员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离开球队 他就是老将梅芳 梅芳与广州恒大的合同已经到期 在效力球队七个赛季之后 梅芳选择离开 梅芳通过社交媒体感谢了广州队的信任与支持 并向球队送去了祝福 虽然他没有透露自己的下家事呢 但是有消息称 接下来他将回到自己的家乡武汉 加盟武汉三镇 他们刚刚在本赛季冲超成功 在梅芳宣布离队之后 广州恒大还有多名球员的合同已经到期 从实际情况来看 现在球队第二名梅队球员已经浮现 他就是27岁的边路大将邓韩文 邓韩文加盟广州恒大也已经很长时间 但是并没有锁定球队的主力位置 虽然年少成名 但是这些年由于出场时间有限 所以邓韩文并没有太多机会展现和提升自己 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中 随着巴西规划球员的梅队 邓韩文在中超第二阶段得到了政治的重用 并且随后拿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 他在右边路的发挥越来越好 并最终入选了国家队 通过本赛季的表现来看 大家对于邓韩文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前提是他可以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 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 因为现在已经27岁的他 似乎再也耽误不起了 因此对于邓韩文来讲 接下来他极有可能会向徐昕学习 离开广州恒大另谋出路 此前徐昕也一直没有受到广州恒大的重用 因此在上赛季合同到期后 他选择离开广州恒大 并加盟了山东泰山 随后他受到了泰山队主帅豪伟的重用 并且凭借着出色的表现 徐昕现在几乎要锁定国足的一个主力位置 很显然徐昕这一年的成长非常明显 在有了徐昕的启发之后 接下来邓韩文也有可能会选择离开广州恒大 然后另谋出路 即便是不能像徐昕一样 找到像山东泰山这样的豪门球队 但是只要能够找到一家稳定运营 并且可以给他稳定出场机会的中超球队 邓韩文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成长 并有望成为国家队的常客 这对他来讲也非常重要 谢谢您的支持 που让转质是怎么会上回来 الس组 功夫 正oin赔 somewhere 我ijk说 配拍电子 pakai 鼓ally VIP necesita 还有 你 再 团 使用 感谢观看